在法谷山厨房里面最基本的要认识的三点要件 少油 少盐 少糖 下面介绍一道石井坚果饭 今天加了核桃 腰果 为了要提升它的香气 还有加香菇 香菇切丝 香菇先泡软 泡软了以后我们切丝 那因为我要增加蔬菜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加了鲜木耳 煮出来我要让它五彩分明 杏鲍菇跟青江菜是最后再来拌进去 起一个小油锅 我们要把我们的香菇 好香菇炒香 姜丝下来 炒香我们的姜丝 我们的食材都非常的简单 而且都是生鲜的东西 所以煮出来你没有加其他的什么味精这些东西 因为师傅一直教的我们少油少盐少糖 香菇就下来 这时候呢我加了少许的盐 有闻到香菇的味道 我就把鲜木耳加下来拌一下 这样就好了 我们家庭式的嘛 所以煮了四杯的米 按照一般的煮饭的过程 加了四杯的水 炒香的香菇加下来 还要加坚果直接下来 这个坚果是有调味的 都是生的 熟了调味过了就不适合我们这样子来煮 红萝卜要这时候下也没关系 或者是到最后的这个菜的时候再来拌 好 再加一些盐进来 等一下我们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我们就盖下来咯 准备煮饭 好 坚果饭呢 我们还要给它加上颜色下去 就是我们绿色的青江菜 还有白色的杏鲍菇的部分 杏鲍菇呢 我要把它切丝 这个也要把它炒一下 我们这锅饭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吃到就是现炒的食材在里面 好 杏鲍菇切丝 先将菜切一半过来 好 切丝 粗细都没有关系 基本上我们的菇类呢 是不加油 直接下去炒 加一点点的盐下来呢 是好 加快它的速度 一点点就好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有加盐了 一点点 一点点的盐下来 它已经出水了 它已经软化了 好 好 我们的菇都软了 OK 先把它盛出来 继续我们锅里面加点油 我们要炒我们的青江菜 为什么青江菜你感觉到很多 它蓬松 等一下它炒熟了 打了以后就没有了 一样我们给它加一点点的盐巴进来 注意我们都没有加水 加水下去以后 等一下我们要拌在饭里面就很麻烦 还要把水分沥掉 我们不加水 我们把它炒软了 我们现在大概有七八分的熟就OK了 我们的饭是热的 所以我们下去拌的时候 它可以把它就是变成全熟 好 我们现在就好了 好 把我们的饭呢 取出来 哇 好香 这时候呢 我要给它一点调味料 就是我的黑胡椒粉 我还要给它一点白胡椒 黑胡椒粉会香 白胡椒粉会有点辣 先下来 不怕 我们先下来 因为师傅讲嘛 要赶不要急 我这么一赶的话 你放掉红萝卜 加一点点的 因为红萝卜也是可以生死的东西 我们也是把它炒软了就好 我们稍微给它 我们稍微给它 你看稍微给它火 给它 小火 我们就来拌它 我们有绿色的青江菜 黑色的香菇 白色的杏鲍菇 红色的红萝卜 好 再把它下来 所有的营养 你一天的五色的营养分就已经够了 因为我们一天呢 大概 就是每一餐大概吃一个拳头这么大小的颜色的那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量是够的 吃素是很健康的 好 我们添饭起来 我们坚果就是含了蛋白质在里面 食井坚果饭 最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师傅的法语 我们家庭的温暖在互进互爱 家庭的可贵在于互助互量 今天在这里分享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